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二集 回到公司实验室的Chiller新发明接连不断 例如金色染发剂和洗发护发素都是这时候诞生于欧莱雅的 时间来到1934年 欧莱雅发布了第一款无灶洗发露 多普则 但事实上彼时的法国人并不像今天这般爱干净 许多人认为更高级的洗发露未必有足够的市场 Chiller没有给出理由 他只是坚定的说法国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甚至在培训销售员的时候还让他们去告诉法国人 不洗头的他们很脏很难闻也很丑 Chiller的作风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 一旦做出了选择他就一定要把事情做到底 欧莱雅或者说Chiller本人变得家喻户晓的并不是这一本杂志 欧莱雅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扩大了市场规模 然而就Chiller本人来说 可能开公司对他的吸引力远远比不上当一名政治家 他频繁而熟练的运用自己对各种媒体的掌控力来传播自己的政治经济思想 而他一贯持有着更加偏激民族主义式的理想 则让他受到了许多年轻爱国者的欢迎 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提耶尔政府恢复了议会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但是对于一个满目疮痍的法国来说 自由制度带来的并不是稳定和繁荣 而是持续的冲突与争论 1933年的大萧条席卷全球资本市场 这个充斥着罢工失业和政治动荡的国家 终于是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但是Schiller看到隔壁的德国与意大利此时 在法西斯的秩序下 生产力仍然在迅速提高 他们的国家里依然充满着热情高涨的工作氛围 在Schiller眼里 这些结果都指向一个真理 我们必须从人心中剥夺自由 平等甚至博爱的幼稚理念 因为这只会导致灾难 取自Elon Schiller1941年著作《经济革命》中 节选的希特勒演讲内容 他开始相信 纳粹主义的统治或许真的是这个时代的最终答案 Schiller在此时开始显露出他的媒体影响力了 在1938万1955年间 他出版了至少六本书和十多本小册子 除此之外 还有在1936年12月 他自己创办的杂志企业家行动 还包括他在其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比如做工的法国 民族革命等等宣传自己对威权统治的轻悟 同时他也喜欢参与广播 演讲 讨论会等活动 用Schiller自己的说法是 仅在1934万1937年间 他就演说过上百次 甚至由于担心自己的表现 他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客厅 用于练习和准备演说 他宣传自己的经济理论 特面为他自己和欧莱雅 在学术界和业界都树立起了更专业的形象 例如他提出的比例工资思想 一种类似于按劳分配的方式 当时还有许多企业尝试过 虽然具体实施方法并不成熟 但仍影响到了许多管理学研究者 三是大发国难财的投机者 还是现实版新德勒的名单 然而就在一众消费品工厂 被强制改为战争物资生产厂 或是直接被战火摧毁之时 欧莱雅的营收却在惊人的上涨 尽管在战后清算的过程中 Schiller反复声称自己并没有与德国军方发展任何关系 但有人认为战争期间就算是为了维持工厂基本运转 原材料的供给也必须依靠与南方维西政府 法国投降后由被当元帅统领的伪政权或德国人合作 更何况是业绩还在上升的欧莱雅 控诉者随即拿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资料显示 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的得战期间 Schiller的公司向德国人销售的总生意额中 欧莱雅自由品牌只占2、3700增号 孟造为13、8600增号 瓦伦丁为39% 瓦伦丁是1925年Schiller收入囊中的企业 从事速干油漆生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